这七二个永从啊是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接种的天花育苗 可是啊到了十二年十二月的除夕日 也就是说呀只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后 这七二个嫡子永从就轰市了 这样一来呢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 这永从啊到底是死于这天花的传染 还是死于这天花育苗接种的医疗事故 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来到书馆啊咱们一块闲聊天 今儿呢咱们继续昨天那个话题 哎就是乾隆皇帝有十七个儿子 这里边啊不乏有这个长寿的身体好的 有这个学识高的这个能力强的 那为什么这乾隆皇帝啊就偏偏选中了十五子永远来继承了皇位 其他皇子又是如何在这场竞争当中被淘汰出局的 几句闲言勾开呀咱们书归正传 昨天咱们说的是什么呀 昨天呀咱们挨着班的介绍了一下这乾隆皇帝的嫡子 黄二子永连 黄七子永从 黄十二子永齐 最后一位就是黄十三子永景 这里边啊永连和永从都是嫡皇后妇察氏所生 这个永齐和永景呢是继皇后纳拉氏所生 这上文书啊咱们已经交代过了 这四位呢都出局了 其中啊三位早伤 哎另外一位这个永齐呢是不招爸爸待劲 其实啊这不怨他自己怨他的妈妈 这乾隆皇帝的心里啊肯定是既怨恨又很讨厌继后纳拉氏的 所以啊才牵连了这位嫡子永齐 那今儿啊咱们就先聊聊那些注定要出局的黄子 什么叫注定要出局呢 就是那些早伤了的根本就没活到成年 这里边啊有黄九子黄十子 哎因为这两个孩子呀死得太早 所以就没留下名字 还有呢就是同样没留下名字的黄十六子和黄十四子永禄 哎这黄十六子呢也没留下名字 我们主要参考的史料啊 就是石鹿起居柱和青石稿 再加上啊所有能查到的轻功档案 至于其他注度上提及过这几位皇子的名字呀 那咱们就不作数了 在这儿啊咱们就不再莫分了 那么说那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要结束了吗 哎当然不是了 我这还有一个话题啊想跟您聊聊 很有意思 这和乾隆皇帝的两位早伤皇子有关 我们呀在上初中的时候 这课本里呀就曾经提到过中国呀是最早接种天花育苗的国家 并且呀课文中还强调过这康熙皇帝曾经亲自动手给这皇子们接种过天花育苗 你要是看清代人写的医书啊那这悬了去了 这上面说呀这个中国接种天花育苗啊最早起源于汉唐时期 这悬了这个不可信 不过呢有确切的记录啊是这样的 非常可信 这西方传教士啊早在乾隆年间就向中国的重痘医生啊 购买过重痘的技术 并且呀这俄罗斯史书上就记载 这俄国人重痘的技术啊 就是在清代派人到中国宫廷当中学习的 后来呢这俄国人把这项技术啊传授给了土耳其人 土耳其啊又把这项技术传遍了整个欧洲 我们都知道啊人类到了文明社会以后啊 接种的天花育苗那都是啊牛痘 而这个中国早期接种的天花育苗啊并不是 是人斗是从这个患者身上提取毒株 再接种到人身上 古代中国乃至啊这个中国传到世界各地的接种技术 都是这样 那么这又是怎么样的一套接种技术呢 首先呢这被接种者啊一定要强壮 再来呢这接种的疫苗啊都来自于患病12天左右的幼儿 这个天花患病12天以后啊 这人身上就开始结痂了 把这些结痂呀取下来晾干磨成粉 这就是早期的疫苗 这中国古代民间啊这接种分这么几种 这第一种呢是将这个结痂粉末啊 涂抹到这个接种者的鼻子当中 这种方法在中国南方普遍流行 这第二种呢是通过吹管把这些结痂粉末吹到这个接种者的鼻腔当中 这第三种啊就比较温和了 把这个结痂粉末啊用水调匀 然后呢蘸到这个棉花上 把棉花包裹再塞到这个接种者的鼻腔里边 据说在清代啊中国宫廷通常采用第三种接种方法 这宫里边啊管这个出痘以后痊愈啊叫喜 这种接种人痘的方式呢叫喜花 也叫种喜花 那么说到这儿您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纳闷呢 既然这清代宫廷啊早在康熙年间就有种喜花的这个势力出现 那就证明啊这康熙皇帝不但支持这种做法 并且啊据说这康熙皇帝还亲自操刀 为这个皇子们接种喜花 在雍正乾隆两朝也多有这皇子皇女接种疫苗的记录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之后几代还频频的传出这宫里啊 有死于天花的记录呢 哎这其中啊还包括这个同治皇帝 我个人呢是不相信这同治皇帝啊是得那个病死的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按照正史官书所说呀 这同治皇帝就是染上了天花 这里边啊不发有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呢就是这种人斗接种方法通过鼻腔 让这个接种人的出感染最后产生免疫力 当然了中医不这么认为啊 中医一直认为这个中斗法呀是以毒攻毒 这个毒素呢在体内通过人体的培养啊 更强大以后呢就能够战胜外来的毒素 当然了这中医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呢是因为那会儿的中医啊还不相信有免疫学这么一说 这个鼻腔接种啊非常痛苦 从这个接种到痊愈必须有太医 全程的陪护并且要持续十数日而且呀还有并发症的出现 作为关键的是啊这成功率也不是十分让人满意 世卫组织啊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做过一项啊世界调查 这个调查当中啊显示啊这每一百万人接种这个天花育苗啊 当然了已经是安全育苗了死亡率啊也在百万分之二十三 更何况啊中国古代是以人斗方式接种 这个并发啊很猛不好控制 并且呢这死亡率啊不能控制在百分之五以下 出于这些原因呢在乾隆朝以后啊 这宫廷种痘就逐渐的被停止了 这才导致了清代宫廷后期又有天花病例的出现 那么清代宫廷种痘他到底死没死过人呢 哎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 这种种痘失败的势力啊清代的官书上绝没人敢写 但是啊在同一时代的一些卖案笔记 还是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据坊间传言乾隆皇帝的十六子 以及昨天啊咱们讲过的这乾隆皇帝的嫡子黄七子永从 他们的死啊都和这个宫廷种痘失败有关 据这个宫廷种痘的麦案所记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五阿哥种喜花 这五阿哥呀就是永齐 乾隆十一年三月初九日这六阿哥永荣种喜花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二七阿哥种喜花 乾隆三十年润二月十六阿哥种喜花 咱们呀先把那两位痊愈的阿哥放到一边 咱们先说这两位早伤的阿哥 这宫廷荡上所宰呀这两位阿哥都死于天花 这七阿哥永从啊是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接种的天花育苗 可是啊到了十二年十二月的除夕日 也就是说呀只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后 这七阿哥狄子永从就红失了 这样一来呢就不得不让我们怀疑这永从啊到底是死于这天花的传染 还是死于这天花育苗接种的医疗事故 同样啊十六阿哥乾隆三十年的润二月接种了喜花 到三月就红失了 这宫廷脉岸上记载的就是死于天花 哎您看啊这个上个月种豆下个月死于天花 这样呢我们也有理由怀疑 这个十六阿哥也是死于这个种豆未成功 那有人就说了那这么一来那不是这宫廷的拥一汉人吗 哎您还真别这么说 所有这个皇子皇女们的种豆实力啊 那都必须是皇帝亲自过问亲自同意过的 没有这个皇帝的首肯 这阿哥再健康身体再强壮 这御医们也是不敢给这个阿哥私自种豆的 我们呀可以更大胆的设想一下啊 这乾隆皇帝这一生啊最大的偶像 就是他的皇爷爷康熙大帝 这康熙大帝呢就曾经亲自为自己的皇子们啊种过豆 所以说呀这些皇子种豆啊 很有可能是这个乾隆皇帝亲自操的刀 我们现在想起来啊 也不是没有这皇阿哥把自己的孩子亲自送到了鬼门关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啊这件事情谁都不能怨 这苦呢就苦了那些 在深宫当中啊失去了爱子的妈妈 和这些早伤了的皇子 咱们再次重申啊 今天咱们讲的内容很多呀 都是通过这个严实笔记而来的推测 并没有啊这个详实的史料所佐证 您要是喜欢的您就听一乐 您要是不喜欢的 你就当我啊今天这期什么也没说 当然了您要有其他意见啊 完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互动互动 咱们一块掰扯扯扯这事 我是天天挨着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得嘞咱们明儿见